似乎是觉得自己这个点子不错 韩凤期待不已地看向儿子与女儿 想要得到认同 但韩靖却是不由地笑起来 直接地摆手说道 哎呀 父亲 你以为现在的皇上心思有这么简单吗 要是妹妹成了亲 他就能够死心的话 那么当初定了亲就应该死心的 这是两码事儿 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韩江雪听后也笑着说道 爹爹放心吧 无论皇上心中怎么想 总之 现在这样的时候 他手头上事情多得很 先皇留这么大的一个烂摊子给他 就算服得稍微表面成型 也不是一月两月的事儿 这样的时候 估计腾不出什么心思来 想这些乱七八糟的 那可不见得 我瞧着皇上对你还真不是一般的心思 韩靖却是有些不赞同 妹妹 你就要还是别太大意了 这种事情 皇上是不方便明着怎么样的 但若是暗地里使坏 难保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儿 依我看还是找个时间和茉莉商量一下 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让皇上死了这样心才好 对 我一夫觉得你大哥的话在里 韩风也跟着说道 你看看 这一个多月来 皇上是有事没事别让人送东西 虽说都是些小东西 也没有指明是给你的 但谁都看得出那些都是怎么一回事儿 韩风回想起那些东西便头疼不已 皇上赏赐他们又不好给退回去 给送东西的太监暗示过 对方也根本不以理睬 依旧隔个几日又送来新玩意儿 没办法 韩风只好专门找个房间给收起来 让人先行看管好 听到父亲提到那些东西 韩江雪也有些头疼 那些东西 无论珍贵与否 总之 从皇帝手上送来的意义便完全不一样 偏偏 幸患如今在这个方面 倒丝毫不做掩饰 根本不怕别人知道 他对别人的未婚妻 有那些不应该有的想法 这事儿 我会跟茉莉商量的 不过眼睛还是想办法 把那些东西给处理掉吧 韩江雪浮了浮额 导致忽然间灵光一闪 心中有了主意 呃 这个怎么处理啊 那些东西可是皇上赏赐的 咱们是扔不得 送不得 也阻止不得 不然的话 韩静的话还没说完 韩江雪却是接过话道 大哥 你就别操这个心了 我自会妥善解决好的 嫂嫂马上就要临产了 你这些天 就好多抽些功夫 陪陪她才是 韩静没有再多问什么 她的妹子 向来点子最多 既然说和妥善解决好 那便是真有了法子 又滴妹妹提到 马上就要临盆的妻子 韩静顿时也忘记那些糟心事儿 一脸幸福的笑容瞬间冒出来 满满洋溢着的 都是即将为人妇的喜悦和骄傲 见状 韩风也没有再多说女儿的事 转而问起儿媳妇 临产的各项准备 都做得怎么样了 兴许是有着谈试的词 所以韩风对儿媳妇临盆的事情 格外重视 几乎是最细节的地方都问到了 直到儿子全部一一回答 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这才稍稍好了一些 唉 小小马上就快生了 这几天你多在家中陪着 外头的事情别太担心了 为父自会打理好的 小小为你生儿育女 为咱们韩家开枝散叶不容易 这是大事 你得好生照顾着 一定让他们母子平安 知道吗 韩风反复叮嘱着 对他来说 母子平安那是最重要的 韩静很快称事 当下便替小小谢过父亲 而韩江雪倒是比兄长 要更细心一些 特别是女人 在情感上都更加敏感 因此倒是明白 父亲这样的不放心原因 从何而来 爹爹 您放心吧 嫂嫂这次临盆 一定会很顺利的 这些事情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等生的时候 二婶三婶都在 在里面亲自照看着 您放心就是 江雪微笑着 安抚父亲 那小心掩饰的伤感 母亲那样的悲剧 她是绝对不会葬让韩家人重演的 听到女儿的安慰 韩风点了点头 能够得到儿女安慰 得到他们谅解 这一点 对韩风来说 无疑是令她最为欣慰的 几个人很快便各自散去 韩江雪 就同兄长 一起过去看林小小之后 热再回到自己院子 水儿 你现在出门一趟 替我办件事 走进院子 韩江雪便朝 正在捣鼓那片小花圃的水儿 喊了一声 自打上一回跟莫里 在那处别院 开地开出经验之后 这些日子 闲着没事 韩江雪在自个儿院子里面 捣鼓一块额外的小花圃出来 不再种些什么花花草草的 却种上一些石节蔬菜 瓜果 越折腾 倒越感觉有意思 两个丫头没事的时候 也会帮着打理一番 一开始觉得新鲜 好玩 慢慢的 还只有那么一点点像模像样了 自驾小姐换她办事 水儿自示连忙进了手 跑过去 听完小姐具体吩咐 先是愣了愣 显然不太明白 大小姐怎么会突然间 想想见那个人 不过水儿自是最了解 自驾小姐性子 前来肯定是 有什么紧要的事 所以也没多问什么 很快便硬下 出门办差去了 看着水儿离开的身影 韩江雪突然朝身旁的紫月问道 紫月 你今年多大了 小姐 我跟您同年的 十七了 紫月哪里知道 韩江雪怎么会突然间问她这个 也没多想 如实回答 那 水儿呢 韩江雪 就有所思的自问自答着 我记得水儿的年纪 也跟我差不多的 应该是吧 小姐 您问这个做什么 紫月不解 哦 没什么 就是问问 韩江雪笑了笑 不再多说 转身抬步 往屋里走 有些事 她其实也是在装糊涂 紫月也好 水儿也罢 其实老早都到了婚配的年纪 只不过 因为她身旁一时半会儿的 很难找到这么贴心的人 所以这才一直拖着 没有去提 放他们出府的事 水儿还好一点 毕竟是卖身于韩家的人 迟一些就迟一些 然后为其做主 配合好人家也就行了 但紫月 可不是什么奴婢 婚事上面 更是不能够随意办分 也不知这两个丫头 自己心里 有没有中意人选 若是有的话 倒也能够少去装心事 借时紧力促成就行了 如今他们两个 年纪是一天大过一天了 看来她也是得多替他们 留意一下了 大约半个多时辰之后 水儿回来了 直到事情已经办妥 不过情况稍稍的 有些变化 听完详细回禀之后 韩江雪倒也没在意 敌人点头 示意自己已经知晓了 第二日 韩江雪稍微收拾一下 便带上紫月出门去了 马车在京城 转让差不多小半个时辰 这才在一处 交位宽敞的巷子口停下 二人步行走进巷子 拐了两回之后 在一处 翠竹林立的漂亮宅院前停下 紫月上前敲门 有一个四五十岁的婆子 开了门 只是伸出个头 很是警惕地看着 韩江雪与紫月 问他们找谁 我家小姐 想找绿枝姑娘 凡请通报一下 紫月主动报上 自家小姐大致情况 我家小姐 庄亲王府的二公子 是朋友 知道这里 也是二公子以前 跟我家小姐提起过的 所以请转告绿枝姑娘 不用担心 我们不是坏人 那婆子 听到这番话之后 先是迟疑了一下 而后倒也 嗑嗑气气地点了点头 请韩江雪他们 先行等候一下 带他去通船一声 而后 门歌之一声 确实又关起来 这门关的 可上紫月 一愣一愣的 韩江雪 却并不怎么在意 绿枝身份 摆在这 小心谨慎一些 也是正常 毕竟 若上庄亲王知道 绿枝竟然还比 李星明 给偷偷养在这的话 只怕立马便会让人 把这儿给端掉 说实话 韩江雪也没想到 李星明这么一个 不靠谱的人 竟对出圣亲楼的绿枝 能够如此长情 上一世 明明瞧着李星明 就是一个 好色烂混混般的混蛋 这一世了解之后 却发现 当真是 人不可貌相 最起码 对待绿枝 李星明当真算是 极为有情有义的了 像他这样的身份 王府嫡子 能够冒着 被他父王给削死的危险 这么久 一直想放设法的 将绿枝给保下 给保护起来 这一点让韩江雪 对其不得不另眼相看 没等太久 门再次打开 这一回 脖子态度更加恭敬一些 很快的 将他们两个 给请进去了 在暖阁内 韩江雪 见到绿枝 比起上一世来说 如今的绿枝 少了几分当时 那种妖魅之色 多了几许端庄 原本变美艳的面容 更加耐看 女人的风情 风韵 在她身上 得到极好的融合 韩江雪 都忍不住 打量好一会儿 连她这个女子 都不免被吸引住目光 更别说男人了 也难怪李姓明 会对绿枝 这么喜爱 看到韩江雪 绿枝倒是一下子 便认出她的身份 亲自上了茶 带着一点点小紧张 询问起 韩江雪 来的目的 二爷跟妾身 提起过大小姐 所以妾身 这才猜到 您就是韩家 大小姐的 她美目流传 略显犹豫 二爷 二爷是什么时候 跟您提起过 这个地方的 算起来 绿枝近两年 已经搬过三回家了 这一次 是不久前才换的 当时李姓明说 为了避免麻烦 跟谁都不会 透露此处 却是没想到 她还是 告诉韩江雪 听到这一话 韩江雪自然明白 绿枝心中所想 因此 也没有再隐瞒 笑着说道 哦 绿枝姑娘 不要误会 其实这个地方 不是李姓明告诉我的 是我昨日 让人去查的 特意查了一番之后 才找到的 今日我来此 依则是看看 绿枝姑娘 以前 我可经常听说过 只不过一直 没有机会见你 你不知道 每当她提起你的时候 是何等神情 说实话 我也不曾想到 她这样的人 竟会有 如此认真的时候 韩江雪的话 让绿枝面色一红 带着几分羞涩 同时有心底深处 透露出的喜悦 其实 其实二爷 人很好的 只不过外头很多人 并不真正了解她罢了 一旁的紫月 听到这话 却有些忍不住笑起来 这还真是 情人眼中出息诗了 紫月还是 头一回听见有人说 李姓明的人很好 紫月这一笑不要紧 只是让绿枝很尴尬 韩江雪健壮 用眼神示意了一下 让那个丫头 稍微注意一些 其实吧 我也感觉 李姓明这个人 的确挺好的 讲义气 够爽快 比起太多伪君子来说 要强的太多了 韩江雪很快 也跟着说了一句 这话倒不全是为了 让绿枝心里舒服一些 其实说起来 也真是 韩江雪的心底话 听到这一话 律师原本有些尴尬的脸色 果然好了不少 倒也并不觉得 韩江雪的话 只是为了宽他的心 多谢大小姐 他还是真心真意地道着谢 没有理由 只为韩江雪这一句 对李姓明的肯定之言 到这一会儿 韩江雪真是为李姓明 感到庆幸 绿枝对李姓明那是 全心全意地在意和维护 绿枝姑娘 实不相瞒 这次我来这儿 更主要的是 有事想找李姓明 因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拜托他帮个忙 去庄亲王府找他的话 又不太方便 所以只要跑到这边来等人了 韩江雪 坦白道出实情 而后再次笑了笑 我要是估计的没错的话 一会儿他应该会回来这边的 对吗 说话间 两个女子之间 倒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事 绿枝这一会儿 还真是更加相信 以前李姓明跟他说过的话 对于面前的韩江雪 更是不敢小事半分 说到底 百闻不如一见 如今亲眼看见韩家大小姐之后 她是不得不贪腐 其实 真正让绿枝对韩江雪 感到羡慕的 不是韩江雪心思 有多么聪慧 也不是那一份 淡定从容的自信 而是韩江雪那一份 发自骨子里头的随意 自以 上至皇室贵族 下至平民百姓 绿枝这一辈子 见过的人无数 但还是头一回见到 韩江雪这种 活得真实的女子 只凭这一点 足够让他叹福的 是已 韩江雪到底是如何 打听到这边 又怎么知道 一会儿李姓明要来此 对绿枝来说 并不重要 他相信 眼前这个女子一言一行 更相信此女对他 绝无任何恶意 韩笑点头 绿枝默认 没有多嘴去问韩江雪 到底让李姓明 帮什么忙 就在这个时候 刚刚被提及的李姓明 却真是屁颠屁颠地出现了 大概是 着急见绿枝 进来得太快 根本来不及听 那个婆子把话说完 所以 他压根就不知道 韩江雪来了 这一会儿 猛地看见韩江雪 顿时人都有些愣住了 莫名其妙得很 也不知道 这丫头怎么会 找到这边来的 呃 这 江雪 你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李姓明看看韩江雪 又看看绿枝 一时间 待在园地 话都有一些 说不太清楚了 怎么 我为什么就不能来 你这个是典型的 见色忘友 啊 有了绿枝姑娘 令我这个朋友的 面都不想见了 韩江雪 你这特意找过来 怕我这边 消遣我是不是 他笑起来 你屁股坐在 韩江雪对面椅子上 很快便恢复 往常模样 就你还好意思说 说我见色忘友 你也不想想 当你跟那个莫名 在一起之后 什么时候 想起过我这个朋友 啊 哎哟 那个莫名 可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回我 说到这儿 李姓明确实突然停下 像被什么东西 被遮一下似的 却是闭口 再也不说任何 和莫名有关的事了 见状 韩江雪 奇怪地问道 莫名怎么了 他哪里得罪你了 哦 没什么 反正你记着啊 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你以后真嫁给他了呀 自己当心点 李姓明哼哼两声 却是怎么都不肯 再说之前 没说完的话 脸上带着一种 别人给欺负的 没脾气似的表情 当真是有一种 心有恨 而力不足的挫败感 韩江雪见状 心中却是不免觉得 有些好笑 看李姓明那一副 恨恨的 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只怕是 在什么事情上 吃过莫里的亏 记得自己以前 和大哥 一直整李姓明的时候 这个家伙 吃了亏 便也是这副样子 要说就说完 大男人顶天立地 你怎么跟女人似的 吞吞吐吐 婆婆妈妈的 故意记了一句 他一会儿 还得让李姓明 帮忙干活呢 自然是 得先把人情绪 给腐顺一些才行 帮忙碌